其實今次這首歌叫三千天日記 就是講述作曲田詞人 一個黑骨銘心的愛情經歷 就不是我們親身經歷 怎樣可以和一個人分手之後 還可以愛一個人三千天日記 我自己又真的做不到 但不知道鏡頭面前的觀眾有沒有人做得到 我做到 是不是 我真的不相信 我很情深 你是不是真的很情深 沒錯 我不相信 為什麼我今次找你做男主角呢 原因就是因為 你的樣子比較像壞男孩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比較不是 我以為他找我 就因為我的樣子夠忠誠 夠專一 所以最男神就 你找我忠誠就終須黑食 沒關係 跟壞男孩是兩個類型 我自己真心覺得高俊套很適合這個角色 但是他的樣子就比較懷 不過他真實內心是很善良的 不是善良 專一我是三千天的人 我可以捉三千天嗎 沒錯 可能不遲一點 你是會不會捉三千天先 還是三千天不停換話 那又難一點 負荷不了 我看你剛才很入氣 是不是你真實經歷這樣 又不是的 我沒試過這樣蓋男朋友先 第一 剛才那一刻就真的覺得 要交氣 所以就無奈地 大大力地蓋了一下 我簡直覺得那一刻 他是由心而發 真的很狠這個人 將以往的經歷 歷史一夜蓋過來 我真的想不到 他沒有跟我合的 就是拍戲通常是先夾定的 他沒有跟我合的 結果搞到我真的要很用力 觸碎他的手 但是就是這樣才有真實反應 是啊 我真實反應是很用力 觸碎他的手 你不要再來 不是你是很害怕再給我打嗎 我真的害怕被你打 然後導演說 喂高昇就行了 哇我馬上閃了 因為覺得release 你不要這樣 搞到那些男朋友就害怕了你 搞到那些男朋友 好像說到我很多男朋友那樣 如果你有男朋友 我剛才那一刻 就是完全抖他心碎 那你有沒有興趣做我男朋友 說笑而已 沒有我怕蓋上那一邊 不是耶穌說要蓋上那一邊 不要不要 你不是這邊打中了 應該打到那邊 我看到他的傷心程度 我又要忍著笑 演員要忍著笑 要交戲 我覺得他真的聲勢力竭 完全是想起很多往事 往事只能回味 你真的有些往事 曾經都有很多傷心的經歷 自己報答 不過現在還原了 開心回來 總會就算你多不開心 三千天都好 總有一天會開心回來 就是看自己怎樣去fine tune自己 所有事情都是靠自己 就算有多少負能量 你旁邊也好 都是要靠自己的心態調整 因為很多人跟你說任何事情 你都很難自己 真的一時之間去走出那個困境 就是要慢慢慢慢慢慢 就是經歷很多不同的事之後 或者經歷很多人再不同交流 或者聽很多不同的人聊天 慢慢慢慢就緩和了就會開心回來 我這樣聽 你應該都幾多情史 不是情史 很多負能量 你可能作多十首八首歌 說這些 我覺得應該就是出一首碟都說不完 那就是要靠作曲田前仁大貓 多做幾首這些黑骨銘心的愛情歌才能 都是相感 希望大家就算多相感也好 都要跨出這個困難 就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出現了 我沒有 我其實因為一邊播一邊聽 我純粹覺得很好聽 是的 還有是有些設計的感覺 是的 那期待作品 很多次的了 因為之前我們一起做頻道 三九福基 我們也拍過一些廣告 好像中國平安一個貓貓狗的廣告 他又提供他的狗 我提供我的貓 拍了一個廣告很開心 所以其實我們都很多合作 是 我數不到幾次 就是數不清這麼多次 做詩兒也一起做過幾次 詩兒也唱歌 是嗎 是 我就是 替他男朋友心碎 就是完全覺得是 很厲害的 我覺得他那種愛 還有 他剛才有對白的 就是那些對白是自己想的 那些上景 都是那些什麼 出軌 哇 和他一起八年 都要出軌 那個心想 不是吧 你好像有這樣的經歷 完全是 不需要想的 他沒有想像的 直接來的 然後就 一夜來了 算了 過去了 什麼 過去了 我真的很想認識你的X 真的 交流一下 交流一下 就是 手掛起扇 有些力度 不是那麼簡單 不要緊 我看到你的臉現在都沒有紅的 OK 我稍微避一避 不是 我剛才那一刻不是掌掛你 是還原靚靚拳 幫你打一打 你看看臉馬上靚靚了 其實這次我就會有三個不同的造型 高進都會有幾個不同的造型 主要我們都會在這個廢墟感覺的地方去拍的 因為想給人一種好像很傷心很傷感的感覺 主要都是比較一些復古的感覺 希望 一個MV出來 會被人覺得很傷感 看完之後 會令他們勾起一些傷感的回憶 我沒有人生中第一次 沒有女生 男生都是 謝謝你給機會 通常很閃的 所以他專門不跟我說 我好像不是 對喔 和你拍了好像有 有嗎? 有嗎? 他撒我頭而已 對 他經常打我 暴力狂 你這樣出街很難找男朋友 可以的 總有些人喜歡的 去找這些市場 不過真心 我真的沒試過這樣刮男朋友 沒有? 試一下 不是我不是男朋友 有嗎? 做戲真的試過很多次 試一下找男朋友喜歡這些 我幫你默色一下 好 我為什麼問我 你有很多人 可以嗎? 我看著我們 過我 謝謝你 我真的喜歡 我跟她一樣 我跟她一樣 我看過 我跟她一樣 我跟她一樣